說者無異 聽者有心 一句話毀滅一段關係 我會有一個朋友生日 他男朋友買了20萬的名牌包給他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最近要開店 然後他男朋友就投資他 怎麼會覺得我今天講這個話 是想要要求你對我做這件事情 那你講這個話要幹嘛 我只是跟他分享 分享就要幹嘛 就是要關他 只是要關他 沒有啦 還是要關他 換位思考一下 你這樣的分享它會舒服嗎 今晚得點 東村超市聖子蛋頻道 我就問你正常嗎 好